比如說文字就把它拿掉 變成一個圖 那上面就放圖啦 不過這個圖12345679 其實我是 也是Google 那個數 關鍵字頁的數字 那我就找到 有一張圖裡面有 其實它本來是一整張圖 那我是用那個 像一個軟體叫Fireworks Fireworks它有個切 或者你應該用Photoshop 裡面也可以切嘛 把它切成 九個圖 然後呢分別數 不過你們基本上不用重新啦 你就是直接下載這個PIC60 那這個PIC60是我把它切割完60x60的一個小說圖 所以你把它下載下來之後 它這邊有一個這個 PIC60 裡面的話就有這一些 那這些圖的話呢 你將來你可以把它放到 Android裡面 然後呢去修改 就是把這個圖放 那那個Button的話 後來我發現其實 這個動畫好像要做不做 其實倒不是那麼重要 因為本來用Button 你可能要用動畫去顯示 可是 在Button裡面 還有另外一個跟Button很像的 不過它的名稱 它不叫Button 它叫做 Image Button Button是文字的 那它裡面有個Image button 所以呢你等一下 只需要做幾件事 一 把 圖檔做好了 也許你自己當然你可能如果這樣 如果沒有你就先用我的 如果你有時間你自己在用 圖切割 反正就一到九個圖 第二個的話呢 把圖放到 我們的Android裡面 那至於要放哪裡呢 要特別注意 你要放對地方 因為它這個地方 基本上呢 我把它切回到Android Android裡面的那個 其實它一定 如果 圖呢 一定是放RES RES就Resource Resource裡面的話呢 我們前面有講文字是放Value裡面這裡 那如果圖的 Layout在這裡 Layout是我們的畫面 那上面有一個叫Drobo 其實Drobo 顧名思義啦 就是會圖相關的 就是圖形 相關的文件 你通通可以把它放在這裡 Drobo 那放的方法很簡單 你就是 把這些 圖檔 找到以後 並且下載 然後呢 把它選起來 按右鍵複製一下 這邊複製呢 那這邊怎麼樣 貼上就好了 PASS OK 然後問你說 你是要放進來啊 你要OK 好 那就幫你放進來了 就這麼簡單 圖就過來了 OK 那實際上 你在PASS這個動作的時候呢 它也會在那個R 那個有個大R 有沒有 它會同時幫你登記 所以以後 怎麼樣知道 抓到這個圖啊 其實它不是 真的去抓這個 而是抓那個圖的編號 大R檔裡面 都有每一個圖檔的編號 它會用數字來表示 第一個 圖要先放進來 那第二個的話呢 也許 你們就是再把那個 就是 我們的 畫面 這個畫面上面 本來叫button 把它改image button 那改的方法 最簡單的方式 也許你可以 其實 你可以 重新 把它delete掉 再放 不過 比較耗空 建議是直接 切到文字模式嘛 文字模式裡面 前面你會發現它每個button都上面都有標籤嘛 那個名稱啦 其實你可以 要不就把它取代 我看 可以想想看有沒有什麼更好放 可以把這個image button 有沒有 前面再加 button 前面加一個image 就變成image button 然後再多增加一個屬性 就是叫background 指向 那個圖檔 OK 所以 我建議 其實好像改比較快 應該是直接改程式嘛 會稍微快 那改的 這個最後的結果 各位也可以參考一下 這邊 將按鈕改成 圖片 按鈕 這邊就有了 方法我想大概是這樣 那至於細節 你可以用你自己習慣的方法 我只是在這邊加一個image 然後呢底下會有個屬性 這個屬性就是 Android帽號 它的 background 等於什麼 at 這個一個小楼子at Drobo的資料夾裡面的這張圖 那它就會幫你把圖連過去了 OK 不過前提記得你要先在Drobo裡面先放圖 不然一定會產生錯誤 OK 那細節部分我想各位先try一下好了 那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往後啦 當然你做好一個app之後 也許剛開始是陽春版 那慢慢的話 也許你可以在自己 透過一些美工 然後把一些 圖美化了 不過這時候你可能會想說 這個可能再來可能要多學一點美工的技巧 不然的話你要把那個圖給做 你的介面要做漂亮 還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因為 一個版型 而且要大小切得剛剛好 出來的話呢 就會 長得非常漂亮 但是你如果不會 那個美工的切 解析度如果沒切好的話呢 那個圖就亂七八糟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 各位 先試試看 待會我們再來看 除了 按鈕可以是 變 一個圖之外 其實像toss 也可以不要toss 是文字 可以toss 出一個圖 像我上面還有一個是什麼 打勾 就是 密碼正確 叉叉是密碼錯誤 那其實如果你跳那個文字 那小小的感覺沒有什麼 沒有那個 感覺沒有feu 沒有那種 那個 好像 有正確或不正確 如果他跳一個很大 跳一個圖出來 感覺你這個app 似乎感覺又不一樣 但是要怎麼樣 去做 變更 tosser的時候不要tosser出一個 字 而是tosser出一個 圖 那這要怎麼做 我想 等一下再來看 好